兰妮尼承赚钱工具 父母靠他直播带货 圈钱百万 背后真相让人怒赞 他拥有倾国金城的容颜 却换上罕见怪病 六岁不会开口说话 致力倒退孔城植物人 他就是无神天使兰妮尼 兰妮尼出生于2016年 老家在安徽合肥一个小山村 妮尼六个月的时候 夫妻两人就发现 女儿有些不对劲 她不仅不会抬头 手也拿不住东西 好像没有力气一样 于是夫妻俩赶紧带着孩子 去了城里的医院检查 检查结果出来以后 一家人的天都塌了 她被诊断 患有神经退行性疾病 半脑铁沉积六级 这种疾病是由父母基因不合导致的 以后可能倒退变成植物人 此后他们一家人便踏上了求医的道路 2020年8月再次电疗中 脸颊贴满导电流贴片的兰妮尼 身体无规律地前后晃动 突然毫无征兆地喊出妈妈 正在拍视频的妈妈 刚好把这珍贵的荧幕录制下来 虽然这生妈妈对于别人来说没有什么 但对于妮妮的父母来说是最好的报答 因为做康复治疗家长的积蓄已经完全花光 有朋友建议 妮妮妈可以通过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生活 也可以赚点能花钱 入住短视频平台仅两年时间 兰妮妮就靠着她的天使面孔圈份200万 人后世费多兰妮妮走红以后 不少人怀疑兰妮妮被父母当成赚钱工具 甚至有人觉得她根本没病 只是在配合父母的炒作 还有人觉得兰妮妮就是在利用孩子卖惨赚钱 其实兰妮妮的父母凭借女儿的名气 确实接到了不少广告推广 直播带货至少年入百万 和其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网红相比 他们夫妮俩这种靠女儿赚钱的行为 却被粉丝怒赞 从兰妮妮的视频评论区 我们可以看到 一向讨厌看广告的网友们 却齐刷刷希望兰妮妮父母 能多接广告多赚钱 给妮妮治病让她早日好起来 而兰妮妮的父母为了给女儿治病 已经倾尽所有 这样的父母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女儿 当作赚钱工具呢 希望那些不明真相的粉丝 能够拿事实说话 不要再伤了兰妮一家人的心 这次你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